大家好,我是一卦 正所谓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凉拌苦瓜 特别是在秋冬季节 多吃苦瓜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而凉拌苦瓜是所助营养的最佳方法 接下来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根新鲜的苦瓜 先去掉苦瓜的头尾 然后再将它对半切开 我们用一个小一点的勺子 把苦瓜里面的瓜然都给它刮干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苦瓜的生长过程 当苦瓜成熟了之后就会变成金黄色 里面的瓜然就会变成大红色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只有苦瓜的籽是不能吃的 我们将苦瓜的瓜然全部都刮干净 接下来再将苦瓜切成薄片 尽量将它切薄一点 这样方便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放到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加入一勺石盐 再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苦瓜 我们用荡盐水将苦瓜浸泡一会儿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苦瓜的青色味 千万不要用盐水泡久了 不然吃起来就不够脆爽 浸泡了几分钟之后 再将苦瓜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放到碗中备用 家里有条件的准备一小把的木耳 先加入一勺白糖 再加一勺面粉 然后倒入适量的温水将木耳泡发 因为木耳不易久泡 加入白糖可以促进木耳泡发的时间 面粉可以吸附掉木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用这种方法木耳几分钟就可以泡发好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洋葱对半切开 接下来把洋葱全部都切成细丝 洋葱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清甜脆爽 银色搭配也特别漂亮 全部切好之后再用手将它抓散 接下来我们将切好的洋葱放到大碗中备用 准备几个小米椒去掉辣椒地 然后将辣椒全部都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将大蒜擀刀剁成蒜末 蒜末剁好之后也装在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大蒜放在一起 接着放入一勺白芝麻 这个时候我们的木耳已经泡发好了 我们先简单地将木耳抓洗一下 把上面的面粉抓洗干净 然后放到清水里面 再次的将木耳表面的面粉和灰尘 抓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干净的木耳放到菜把上 然后再将它改下刀 把木耳切成小一点的块 全部切好之后 先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水开之后加入一勺石银 在地上几滴食用油 接着把切好的火瓜倒下去焯一下水 用漏勺翻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加入了石银和油 可以使苦瓜的颜色保持翠绿不变 大概煮个两三分钟 将苦瓜彻底的煮熟 煮熟以后 控水将它捞出 放到碗中备用 下面再把木耳也倒下去焯一下水 用同样的方法 把木耳也煮熟 木耳煮熟之后 先将它放到碗中自然放凉 然后将苦瓜倒进大碗中 木耳也加进来 倒入一把油炸花生米 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香料 拖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入两勺香醋 再加两勺生抽 适量的食盐 少许的白糖提鲜 再加一点鸡精 淋上一些芝麻香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这样一个万能的凉拌料汁 就做好了 这样的料汁不管拌什么都特别的香 接下来我们就将调好的料汁 淋到苦瓜上 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我们要多给它抓一会儿 让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入味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凉拌苦瓜就做好了 看上去还特别的有食欲 接下来就可以将它装入盘中 美美美的享用啦 苦瓜不要总是炒着吃或者是煲汤呢 天气炎热 做上这样一道凉拌苦瓜 解暑又简易 凉拌苦瓜学会这样做 颜色脆绿 鲜嫩脆爽 酸辣开胃 比炒的还要好吃 如果您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 给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